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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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有山 有海 有美食 又想玩得特别 可是不要坐长足飞机 飞大老远的话呢 怎么办 又去哪里玩 我告诉你 在亚洲沙巴这边 绝对是你的选项之一 因为沙巴呢 这边靠海 所以呢 许多水项活动啊 在这边都非常的多 可以玩得很开心 而且呢 大海里有很多丰富的海场 不管是你要吃大虾啦 螃蟹啦 这边都可以吃得到 字龙虾2.6公斤 一千三台币 秀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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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辣我觉得很棒耶 可是它吃的咖喱 它这样子在喉头 刚好有一点点烧烧的 然后那个咖喱香味 就在这边那样子 发出来 是的 今天爱玩客 走的是贾后座 KING CO的路线 年轻人爱夜冲 沙巴封的是胃冲 尤其马来西亚冰城 才刚被票选为 亚洲十大美味城市 同样属于马来西亚的沙巴 汤汁里流的是同样 迷人的美味啊 全部都是有个标材 而且是把它磨成本 放在那个沙巴里面 我们刚才来到现在 人就真的是一直来 而且我刚才 差点坐外面 坐在街边 玩在工作 爱在生活 爱玩客今天要翻遍沙巴 大小巷弄 沙鹿雨林大客海味 沙巴未充48小时 准备开饭 来到雅屁这个地方呢 有个必逛的地方 就是在礼拜天的时候 来赶市集 其实现在才早上八点钟而已 可是你可以看看 我身后这间四面八方 这里原本是马路的地方 现在呢上面都摆了满满的餐位 然后还有很多的人潮 这么大的市集 到底要从何逛起呢 老师说我跟我们没有头去 不还好 我会找一个在地达人 Sherry 她有多在地多达人呢 她就直接住在这条嘉雅街上了 Sherry 我在这里 Sherry Hello Hello 我是乙甲 你好 高兴在这里 在等着你啦 对啊 这个市集比我想象中大很多 他们真的是好几百大 因为这个只是一个星期才有一次 每个礼拜天才有一次的 对 因为他们是会在周末 晚上 周六的晚上 他们会把所有要卖的东西 全部 价值 摊位全部都会从家里面搬出来 放在你家机上面 然后在凌晨过后 大概两点多三点 我们就可以进到 进到什么 进到什么 进到杂生 Ki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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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就住这里楼上吗 对 别看Sherry一副瘦小的样子哦 她可是走遍了沙巴角落 担任导游七年 即使退休后 Sherry还是闲不下来 所以在嘉雅街上开了一家民宿 只要是关于嘉雅街的疑难杂志 找Sherry就对了 嘉雅街是沙巴首府雅壁市最重要 也最热闹的一条街 所有公家机关金融单位 都在这附近 街上还保留着殖民时期 雅壁仅存的三栋英式建筑 是到此一游的必拍景点哦 嘉雅街的假日市集规模之大 目数是零夜市哦 要逛街要购物 还是想打打雅记 反正我告诉你 在沙巴想买什么 这里找找保证呦 那在这条街上你有什么推荐 就一定要吃的美食 就是我们有一家老子 会吃不可能的这种 拉撒面 拉撒面 对 拉撒 很出名的就是家里很加盐浆 蛮足足的面 这是这间吗 伊丰茶室 对 哦 你刚刚说的拉撒 对 有拉撒牛杂跟虾堡鸡饭 对 这间茶室最有名的 叫做伊丰山堡 伊丰山堡 最有名的 山堡 最有名的山堡 是哦 但是你首推的就是第一碗 拉撒就对 对 而且现在一大早 店里又满满的都是人了 所以我们要赶快去找位 对不对 可能他并桌跟别人吃了 嗨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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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 你们在吃什么 干辣面 干辣面 哦 不是拉撒哦 有啊 所以我们也是个山堡 哦 你会吃拉撒 我会我换一下 所以你们常来这里吃吗 就是一个礼拜三天 一个礼拜三天 这么多 难怪要换一下口味 那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这边 沙包鸡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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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喜欢吃拉撒 妹妹喜欢吃什么 妹妹很害羞 妹妹害羞 对啊 那这里是不是像这样子 每天都这么多人 现在早上七点多而已 对 谢谢 是 还会多到更多吗 外面排队 如果吃星期间会很多 是 星期间会更多 对 我肚子也饿了 谢谢你们 我要给她去点拉撒 谢谢 谢谢 马来西亚美食 基本上就是混血儿 马来人的南洋风口味 混到华人的饮食习惯 像是娘惹糕或是拉撒 就是混得很彻底 混得很到位的点心代表 在沙巴想吃拉撒 首推嘉雅街上 这家宜峰茶室 賣了超过二十五年的好口碑 早上六点钟开门 到下午五点打烊 店里永远都是这么多人耶 我看这拉撒面 它料很多耶 有虾子 还有这些什么 鸡蛋 鸡蛋 鸡蛋牛肉跟豆腐 豆腐 其实它的产品就是咖喱粉 咖喱粉 加上椰姜 一起煮的 诶 我以为是面条 可是它其实是米粉喔 嗯 哦 它这个其实有点像是 拉脆米粉 很多那种有的眉灯条 加在一起的 嗯 咖喱 咖喱加上椰姜奶 对 好香喔 嗯 而且 而且 好顺口喔 对 对啊 因为它有加那个椰姜奶 所以觉得很顺 然后又有咖喱的那个香料的香味 那先把那个汁鸡 比如说放在面上 然后挤出来 对 没关系 那加那个酱吗 酱吧 就是说你把它吃着面的时候 你把它加 放在面上 加一点味道 然后这个是虾酱 哦 这个是虾酱 哦 这个是虾酱 这个不会辣 哦 不会辣的 只是加点葱味在里面 对 而且要加的是那个 这个面啊 送米粉 它这种那个 汤汁都吸得很饱 对 好香喔 好好吃喔 这个汤汁好好喝喔 哇 我喜欢 我喜欢 真的好吃 然后爸爸这样 注意出来的时候 他们这个读文是什么 从来话 就是阿巴拉萨 阿巴拉萨是什么意思 就是从来话 阿巴拉萨 就是口味 哦 口味 这个话你讲解 现在讲解说 面对它的汁 就是辣椒 要品尝一下 准备畅销的 最畅销的 就是这一个 对 等到半个小时 或一个小时以上 要等半小时 到一小时这么久 哇塞 从好奇询问 什么口味的辣椒面 是不是很像台湾的那个鱼呢 到底是什么鱼啊 哎哟 就是那个鱼咩 没想到久了 竟然这样 就把小吃证明了 大雅街上最有人气的街头小吃 除了拉萨之外 还有另一款 就是肉骨鱼 哎 不是以前我故意装台妹哦 在沙巴这里 真的就叫做肉鱼鱼哦 超夯的 在每天晚上用餐时间的时候 店里也是满满的 坐满的人 还都坐得到街上去了 Sherry 这边就是他们全部那个 跟我一般印象中 肉骨茶不太一样 我在台湾之前吃过那种 都是一大粥一大锅 然后里面可能就是这种排骨啊 然后还有满满的那个汤和一些料 可是那边那样一碗 是全部都是肉骨茶吗 对 全部都是肉骨茶 这个是每一样的肉骨茶 你可以单点 你要什么 你就可以点什么 比如说现在我来到这里 我要吃 我要排骨 排骨 我就只点排骨 对 这样就是一份哦 就只有一份 然后或者是像这个 这个是什么 主要 排骨价主要 我就点排骨很主要 然后还有其他像这个 什么 大肠 大肠 猪股 还有猪肝 猪肝 好像这样子很方便耶 因为通常有时候 有的人可能不敢吃那种 内脏什么之类 只想吃排骨 可是如果来到 总统一大宗的话 里面什么都有的话 大家也会不吃 这样就会浪费 其他这样把它分开的话 我就可以点我想吃的 多来出份 我不敢吃的 然后我就不要吃 对啦 在这边那个最夯的 就是卖最好的 就是卖最好的 是哪一个 我想先试试看 有这么多 猪腰 最快卖完的 真的吗 真的 猪腰吃下去 那个猪腰的QQ的头脑 哇我吃一下 对 哇他没有吃过内脏 感觉吃起来会这么 口味感觉好清淡的哦 这一点都不像在吃内脏的 吃内脏都有一种那种 刷刷那种 那种 肉味很重的感觉 嗯 他喝起来好吃 吃起来好清淡哦 对啊 只有这会口汤的感觉 喝起来吃起来都一点没有腥味 而且很甜 对 对 吃到这样子每一碗都一样价钱吗 差不多都是一样价钱 全部都是一样的哦 所以就知道我点排骨 跟点猪腰也是一样的 对 哦 大家点猪腰 这比较比较快的 对啊 诶那在第二名 第二名最好的是什么 第二名 骨排骨 不然一般肉骨茶 我们吃到的就是骨排骨 嗯 真的是金鸡有味的 而且它排骨肉很好咬 我发现 他吃的肉骨茶跟我之前吃的都不太一样 这边吃的口味是不是都比较清淡的 肉脸不会很辣 哦 脸不会很硬 就他们就是在每个制作制程的过程中 他们是要经过时间的 要 可能是慢慢会煮炖很久 对 果后不是够老的话 然后肉又会很硬 就老了就不好吃了 不设施了 而且肉会融化 煮太久肉排会融化哦 对 对 你看这边 烟雾米饭的 旁边都在烧烤 果然会 Väclur 要ğiĂ email 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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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哦 从来以为大花肉就会很老 所以花肉好嫩 好饱满哦 超嫩可口 肉丝又重口味 夏天最适合吃小皮 完肅肉 рей abbiamo 好妙 因為我一般我們吃的肉骨茶 它可能就是放在一起 放在同一周 可是在這邊都是分開的 所以就讓你們知道他們所有的配料是所有的 所有的配料全部都是分開一點就對了 這個是酥肚子嗎? 還有粗糙 這兩樣在我們這裡都比較不好賣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不喜歡吃那一張 你們是不是很多人不喜歡吃那一張 可是粗糙把它賣很好 對 因為這個比較珍貴 對 它的頭料很喜歡吃蒜肉 就加蒜肉 蒜肉 然後這個辣椒 辣椒 然後這個還有這樣 甜醬油 甜醬油 是甜的 是甜的 你要吃醬油糕 對 這個粥腰肉吃起來不太像 我吃一般那一張 我吃吃看那個豬肚子 我發現再吃一次那個豬肚 我愛上的其實是這個醬油加上這個辣椒 它這樣配搭一起吃真的很甜很好吃耶 光憑著店裡做無虛席的洶湧人潮 你應該就曉得霸骨蕾在沙巴有多夯了 雅臂式的嘉雅街上 兩家知名的霸骨蕾專賣店 差別就在於食材是分開還是在一鍋煮 兩家霸骨蕾各有其愛好者 這家老闆之所以堅持把湯頭與食材一碗一碗分開嘛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嘗到原汁原味 每碗平均價格落在台幣40到60塊之間 吃多少點多少 其實還蠻划算的 肉骨蕾我知道說在馬來西亞這邊 就是東南很有名很有名 然後很多人都很喜歡吃 可是肉骨蕾到底是什麼做的啊 因為像我喝這個湯啊 我明明看到它沒有任何中調才會藥味 在這裡煮肉骨蕾它也看到肉骨蕾包 對 它裡面倒是什麼 這裡那個八角有 沒有 淮香 淮香啊 貝茄 全部都是鹽要材 它就是把它磨成本 放在這個茶包裡面 他們快要進去西馬八成 西馬來的韓國來的 在這裡它這個是 它已經在這裡已經營業了 三四天 然後莫茶 它這個也是也很優雅 西馬的地方就是生意很好 對 它每天都剩下超新的樣子 對 它每天都剩下超新的樣子 對 如果是一個 到周末的時候更加不得了 人就真的是一直來 而且我剛才把他差點坐外面 坐在街邊 然後是從本店之後 就不只是從海灣出過 香港西馬的地方來 現在就是甚至老外 他們都會在一起补償 馬古德據說是期末時期 移居的華人帶到馬來西亞 當初純粹是為了補充體力 舒緩熱帶氣候的不適應 於是就用豬骨還有家常中藥 加入土傳秘方熬煮而成 你絕對想不到一碗馬古德 還曾經引起國際糾紛呢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為了要爭取馬古德的專利權 已經吵到快翻臉了 嚐過了拉薩跟馬古德 沙巴未充48小時 來到傍晚時分的碼頭邊 這裡有個聳動的街頭小吃 叫難民營燒烤 行家都說只要吃上一口 你絕對會念念不忘 我們現在呢 是在雅皮旁邊這個港口的一個市集 這裡是雅皮的菲律賓市集 在這裡呢 他們主要做生意的呢 其實呢都是很早遠以前 菲律賓難民的後代 然後但是就是馬來西亞雅皮這邊 給他們一塊地 他們在這邊上面討生活 嗨 然後你看呢 因為以前啊 雅皮啊 這是一個小漁村 所以你看這個市集 它就在港口旁邊 漁霧直接上來 這邊都非常新鮮 而且呢 因為這邊就是特殊的這個文化背景 所以這邊這個市集 其實也變成一個觀光景點 像我們剛剛就看到好幾個老腕 在我旁邊這樣走在逛 而且你看 在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看到 其實呢 旁邊是一個高級的飯店 所以那些很多觀光客在那邊呢 就會自己這樣走下來 然後逛逛這邊的市集 這是高級的魚 這是高級的魚 哇 這是叫什麼 一槓 一槓我知道就魚的意思 布丁魚 布丁魚 白色的魚 比如說它外面白 然後裡面也白 哇 好大一點 這也是高級嗎 一槓不丁八丁 他說這個也是一槓不丁八丁 18塊 18塊 你看它多重 一公斤就180 那這個有多重 我看 我想放在下 有點累 這邊有七公斤耶 七十七八五十六 這條一千多塊耶 哇 總之你可以看到這邊的魚市場 就非常非常熱鬧 你看像五點多現在 這樣子滿滿的都是人 然後這邊的魚呢 就是一直送上一直送上 一直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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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賣一直賣 我發現還有很多小孩子 身上都不知道背了一個什麼東西 又不知道背書 賣塑膠袋 賺外塊 賺外塊 為什麼為什麼要在這邊賣塑膠袋 因為他們是菲律賓小孩 然後呢 馬來西亞眼鏡鴻公 然後他們念書可以要給學費 所以他們賺學費啊 哦 在這邊賣塑膠袋 對啊對啊對啊 一個兩毛三毛 這個塑膠袋就是 我在這邊買魚的時候用的 是嗎 對對對 那為什麼不可以跟湯飯多要幾個 湯飯不想給你啊 那要成本啊 哦 而且這順便也可以 給小孩這樣買 對對對 這個小女生很早熟的感覺 她這樣做生意 你知道兩毛嗎 甚至我 一個兩毛 台幣兩塊 有啦我有兩毛 好啊 好啊 他們這樣已經是一個小集團了 是嗎 什麼搞瓣啊 對 馬來西亞朋友叫搞瓣 馬來西亞朋友叫搞瓣 什麼搞瓣啊 什麼搞瓣啊 對 我們都是搞瓣 我們都是朋友 他已經跟我勾姦搭配好兄弟了 我在這裡搞瓣啊 我在這裡搞瓣 他們都會走來走去 他們走來走去 不會分地盤啊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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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搶生意嗎 這裡不是夢想 我想你不要看我走電影 看太多電影 平均年齡十歲 就懂得出來打工貼補學費 這群孩子真是太貼心了 不管是孩子或是攤販 他們都住在碼頭對面不遠處的小島上 那裡就是當年逃難時的收留所 久了住習慣了 也不想搬了 每天出海捕魚到岸上販售 日子還算過得去 買不起漁船的那名後代 乾脆就在魚市場旁邊賣燒烤 這就是大名鼎鼎的難民營燒烤 看這邊煙霧沒飯的 旁邊都在燒烤 看這一攤 我剛剛就看中這一攤 這魚都特別大 而且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屋賊嗎還是 花枝來著 是花枝來著 老闆 老闆 請問這個是什麼 喔 樹洞 花枝墨魚 啊 樹洞 賭花枝的人贏了 好 請你吃 那我要猜那個 我要猜那個 你要猜那個 等一下 先等一下 這個是什麼 等一下 先等一下 啊 現在啊 這麼快切小 好不好 老虎蝦 一度不拉吧 這個 幾塊 幾塊 一度不拉吧 怎麼啦 25 25 啊 好貴喔 25 我以為13而已 小隻這個13嗎 我想攝影師應該不是 這小隻這隻給我用 一度 這也不是我吃 13塊 一個 一度 一度 那也要再一次機會是嗎 對 好 我給你三比數 這一個 你猜對就是你 花蟹 花蟹 有別人要猜嗎 我還給你花蟹咧 沒有 老闆請問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光我們的晚餐喔 不能講 亂講 螳蟹 油油亮亮 迷人的金黃色澤 換作是你 應該也會很想猜一把吧 尤其周圍二三十家燒烤 飄散出誘人的烤肉香 就算你停止呼吸 香味照樣會沾進你的腦袋裡 光是站個五分鐘 我就已經餓到肚子 咕嚕咕嚕叫了 好嗎 ают 這是什麼 像找到肱還是韪오마 好輕 沒有問題 這個是什麼 這個醬 你看這個醬 真的是有夠辣的 剛剛有加蝦醬 很香 乾靔 warfare 我吃起來很漂亮 但我吃起來我覺得還好耶 因為我很辣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要再幫你多加一點 如果是來沙發朋友 怕吃辣的 其實可以嘗試一點點看看 因為它的辣呢 並不會就是很不舒服那種 燒喉嚨嗆辣 待會那個沾滿辣這樣的花枝 所以是不是可以試試看 你看我抓到龍蝦耶 而且還滿大隻的 你看 哇 你很 又有另外一艘船進來對不對 它停在那裡 好遠喔 好遠喔 你愛你躺 你愛你躺 剛剛我做到最大隻山豬 今天我自己躺 你看 龍蝦灣有個龍蝦村 山豬裡人人都是捕蝦高手 新鮮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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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 外面一點點這樣子焦焦黑黑的 可是裡面你看 都還是很Q彈好吃 四人生花枝 對 四人生花枝 然後這隻老虎蝦 這個老虎蝦呢 是這邊的國寶蝦你知道嗎 它這個 這隻算是中小型的 它最大的老虎蝦 它可以長到有多大你知道嗎 長到有大概這個再一倍大 這麼大一隻 超級國寶級老虎蝦 來吃吃看它蝦肉 它蝦肉很扎實耶 剛剛一咬 聽到蝦肉 怎麼講這蝦包太大吃還這樣 它吃起來其實不太像蝦肉 反而有點像蟹肉的感覺 總之新鮮就真的很好吃 沙巴特產的老虎蝦 肉質入口彈牙 而是為海鮮中的極品 尤其母蝦因為帶軟 所以嚴禁火體出口 就是怕被其他國家再繁殖啦 許多香港人和日本人 不惜專機飛來沙巴 就是為了嚐一口現撈的老虎蝦 這個是剛剛導演 其實沒有猜對的花蝦 是辣醬還是蛋啊 哇 你看這個熬 它這個蟹殼很好剝耶 你看輕輕這樣一剝 就剝出來 而且這個肉 有沒有看到它抖動 剝大塊的 蟹肉可以這樣子嗎 入口即化 啊 它瞬間又沒了耶 好綿密喔 有沙巴特產的辣椒 當作基底的調味醬 再加上隨時現撈上岸的 新鮮魚貨 雅壁市碼頭邊的難民營燒烤 果然燒魂啊 來這邊吃燒烤的人 還通常必點一碗五顏六色的剉冰做搭配 這碗冰有個很妙的名字喔 叫做ABC 那大家在這邊吃一吃東西 手髒髒沒有關係 你可以看這邊有一壺水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吃到辣 口渴就拿起來喝喔 如果你口渴想喝東西的話 旁邊這邊有一瓶一瓶的礦泉水 這個可以喝 但是呢要另外算錢 這個是給你洗手的 像這樣子 很方便 好 這樣我就可以接著吃我的剉冰 他們料都交了很多很多 而且很繽紛 這個冰呢 就是ABC 它不是本來叫ABC 它是有一長串的名字 A.. v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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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er.... vier... vier....我 是馬來西亞文 然後但是因為名字太長了很難記得 所以就簡稱直接取那個字母的頭 就ABC 料很多 其實它就是剉冰 我們台灣剉冰有沒有 有石井冰一樣 有花生 有紅種 它有這個綠綠的 很特別的 來吃一個看看 這個綠綠的 一條一條的 是有個特別的名稱叫什麼 很多 吃了錢就會很多 它叫錢多 是這邊一個特別的小吃 它其實吃起來有點像米苔木 可是比較軟 米苔木比較Q 這比較軟 然後還有他們自己 這邊當地的特別的那個香料 所以吃起來有那種豆子香味 反正你來這邊呢 就是 你可以看看魚市場 如果你有想要帶回去料理煮魚的話呢 可以直接帶回去 如果沒有辦法呢 你就可以到旁邊那邊 自己買一些海鮮過來 然後在那邊多著吃 渴的話呢 還可以點旁邊的剉冰啊 飲料一起來喝 這碗ABC 冰如其名 當地人稱為娘惹紅豆冰 是華人街和馬來人的混血產物 被譽為馬來西亞的國民甜品 傍晚的黃昏魚市場 太陽上山後就成了密食的夜市 年輕人夜沖完一定會來這裡 餵沖吃宵夜 沙巴就像台灣一樣 每天24小時 任何時間都能找到你想要的街頭小吃 餵沖48小時進入了第二天 回離開了文明的雅壁市 搭了兩個小時的車 來到了沙巴美食界 盛川的龍蝦灣 新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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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你教我呢 現在在沙發的龍怒怒村 可是為什麼要來這裡玩沙灘保齡球比賽呢 因為我聽說今天 保齡球比賽冠軍的獎品是 龍蝦 YES 可惡要有冠軍才能夠拿到 因為這個地方呢 龍怒怒村 它是沙發聖坦龍蝦的 前三名之一 所以在每年三月底的時候啊 他們就會舉辦一個龍蝦祭 來慶祝他們一整年的豐收 不過呢 這個 保齡球比賽 椰子保齡球比賽呢 是他們平常的娛樂活動 其實呢 規則很簡單 不像我們一般的台灣 要這樣子打十局 它呢 你只要用這個椰子做成的 保齡球呢 給你三球 然後打倒貧困最多的人呢 就獲勝 所以今天我 釣一條代表台灣出賽 我們一定要拿到龍蝦 龍怒怒村的居民住的是八妖族 他們被稱為海上的吉普賽人 光聽著響亮的名字 就可以想像這裡的村民 人人都是捕蝦高手 沙發美食手推海鮮 海鮮味蟲怎麼可以錯過龍蝦呢 你說是不是啊 這次的季節 在這次的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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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 想不到這位小妹妹 是這麼厲害 打敗我 所以龍蝦 恭喜你 今天的冠軍 就是我旁邊這位小妹妹 不過沒有關係 既然都說是龍蝦季了 我相信一定還有很多龍蝦 我們待會兒就去撈撈看 看別船有什麼 走 這個祭典啊 最棒的呢 就是他還有個比賽 抓龍蝦大戰 這樣剛好有一雙船回來了 我們去看他收穫怎樣 那一家豬 你看 看我抓到龍蝦耶 而且還蠻大隻的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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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中的還是母的 是母的嗎 對 分很多蛋 你看 我現在變獨眼龍了 這個蝦 好有力 好新鮮喔 剛撈上來 這家今天很希望得冠軍 這些龍蝦季呢 抓龍蝦大戰 比完以後 這些龍蝦 就變我們肚子裡面的食物了 大叔 你家一天可以抓多少啊 現在等一下 3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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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斤 4公斤 你一天可以抓到4公斤這樣的龍蝦 這樣子一個有多少 5公斤 大概40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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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七刀燒 船沒回來是嗎 還有耶 還有耶 還有船沒回來 陸陸先生又回來了 剛剛這個 剛剛空裡面所有的龍蝦 全部加起來 大概是2.6公斤 而且啊 這個抓龍蝦高手 不知道剛剛買那個龍蝦 會不會特別貴 你看他們出行 就有人搶著要耶 130馬幣 大概是1300台幣 然後有8隻龍蝦 這二話不說師傅收拳包 對呀 笑啦笑啦 龍蝦灣不愧是龍蝦大本營 產地直銷一尾龍蝦 不到台幣 現在好像會搶牠一樣 沒有另外一艘船進來 但是牠停在那裡 好遠喔 有這隻 還好差點頭乾 謝謝你 好緊張 你吃你的風味啊 好緊張 好緊張 顧客 白鴨鯦 他說 是4點去 7點多回來 休息一下 呵呵呵 他說 他是4點去 再一次去补第二次 這次不多 他說早上就補很多 是哦 這辣哥 好酷啦 他這段場已經出去第二次了 也有蝦子耶 好打架 這什麼蝦啊 他腳很黃色 這個也可以參加比賽嗎 你也有加大 哇 好大一隻哦 而且現在是它有殘軟季節嘛 每一隻都爆軟耶 可是這個龍蝦比賽到底是 自己數量取勝 還像是那個送 是抓最多隻的才算贏哦 那你這裡只有一隻耶 那怎麼不打擾你了 你要不要再出去補一隻 在斗養蘭這一帶的海域 靠海赤海的八妖族 三月底會舉辦龍蝦祭 來慶祝豐壽 這時沙巴的美食行家 都會聚集到龍蝦灣來 因為他們都知道 這一天的比賽 是胃沖龍蝦的最佳時機 哇 好多哦 這是我們今天 看到第三條團抓最多的耶 可是 你有沒有龍蝦 它放龍蝦 它放龍蝦 船頭 還另外放在船頭耶 哇塞 是很多嗎 真的很多耶 欸 這是今天目前戰電的冠軍耶 你看 一二三四 真的是四隻嗎 一二二 還有這隻在下面三 四 哇 總共五隻耶 哇 對不起 我好痛 吃的 龍蝦魚在上面就是有刺 而且龍蝦有發出聲音耶 而且龍蝦有發出聲音耶 而且這隻在吵 這隻不想走 對啊 嚇嚇你有沒有聽到 嚇嚇嚇 嚇嚇嚇嚇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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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打架了打架了 各位觀眾請看 五隻蝦 好啊啊啊啊啊 輝哥 這個比賽完龍蝦都要幹嘛 到賣的 哦 比賽完以後呢 趁機這些龍蝦在這邊 遊客都可以去賣 那我可不可以跟你買一隻 可以啊 但你現在不可以 為什麼 蛤 為什麼 有人訂了 已經有人訂了那麼快 我剛跑百米衝過來 我幾歲了 他的叔叔 我一出海的時候 就已經有人訂說 你今天補到了蝦 我都要買就對了 哇塞 那這位肯定一定是龍蝦高手 補龍蝦高手 還沒出海就有人跟他說要了 希望你今天可以得冠軍 這句你也懂是不是 一橋我今天遇到貴人了 這位小哥 正是龍蝦灣裡的龍蝦王子 龍蝦要多少有多少 難得來到龍蝦季 空手而回鎖不過去嘛 趕緊拜託小哥到他的海上倉庫 有什麼好貨全部帶回來 你看他已經把上衣脫掉 因為他說今天真的浪很大 所以是那個小船 都可能會有翻船的可能 到非常小先生就不准我去 我覺得他可能是怕人家知道 他的倉庫在哪裡 所以是秘密 然後大船回來了 他剛剛一出去的時候有嚇到那個 跳狗類一樣 哇 你看看龍蝦裡面 哇 真的耶 是今天看到最大隻的 哇塞 你看這個龍蝦 這裡那麼多隻 哇 而且每隻都這麼大一隻 這才叫龍蝦季點嘛 好想你還是龍蝦大財 好想你還是龍蝦大財 還要吃 哇 可是這種蝦啊 為什麼顏色菜也特別不一樣 這也是龍蝦喔 好漂亮喔 怎麼差那麼多 我看 我看 這個比較花 這個比較浮素一點 這個比較浮素一點 他就拿上去給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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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Kg 哇 剛剛這個倉庫裡面所有的龍蝦 全部加起來 大概是2.6公斤 而且啊 這個抓龍蝦高手 不知道剛剛買那個龍蝦 會不會特別貴 因為你看他還沒出行 就有人搶著藥耶 一公斤 多少 60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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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貴喔 我剛剛在旁邊打聽到 旁邊那種蝦大概也少1斤35 貴的塊一半 他說這是大隻的 小隻的可以便宜 然後這裡 加了一塊 好 就只有50塊 哇 所以大蝦那個價格 就特別這樣子翻倍掉 而且人家把他給他買70了 打折給我 可是60還是有點貴 好 便宜一點點嘛 50啦 50 50 50 真的嗎 50喔 對 耶 我不能不說有時候身為女生好殺價 真的是比較容易一點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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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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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蝦完全把湯汁 八隻龍蝦 八隻龍蝦 全包嗎 這二話不適合說全包 對 笑啦笑啦 笑啦笑啦 如果全部要的話再差一點 全部 全部 真的啊 這我剛剛說100啊 我不好意思 那真還來急嗎 來不及了啦 八隻龍蝦 最後以台幣1200元成交 也就是說 平均一尾龍蝦只要150元台幣 哇 這個價格如果是送到首都雅壁去 肯定是翻倍賣出 我們一行人找到村長家 請村長的媳婦幫忙料理龍蝦大餐 看來今天的午餐 我擋故村肯定超標 不過誰在乎呢 今天那間龍蝦大餐吃什麼口味的 咖哩這場感覺在他們這邊就是很常見耶 就是不管去哪個人家家裡面料理一定有一道是咖哩的 而且我覺得很奇怪 通常咖哩給我的印象就是吃了會很熱 因為它是香料味很重的那種料理 可是你看 這位姊姊她在煮菜一定這種熱 流這麼多汗 還是要吃咖哩 他們真的很愛 哇 我已經聞到那咖哩香味了 好香喔 它很簡單耶 你看它就像咖哩粉 泡泡水 然後加個蒜頭 放下去就這樣子 這叉叉 這咖哩香料味 噢好重喔 它一下鍋頭馬上就嗆到了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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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重 很厲害 它這完全對心都沒有關係 這每天都 每天每一站都煮 就訓練出來了 噢 欸 今天已經脫掉了 你今天有多熱啊 好熱好熱好熱 應該有30度 它都快要變烤蝦了 我發現除了像馬來西亞咖哩很有名外 其他咖哩很有名像什麼 泰國啊 印度啊 爪哇 這些地方也都是 熱鬥要命耶 太熱了 人家要口乾舌燥 你不吃點重口味的話 你根本就沒有FU 這樣吃食物才有味道 這樣放著就好了嗎 對 咖哩的香辣 遇上龍蝦的鮮甜 這道咖哩龍蝦 我相信 等待絕對是有價值的 趁著大姐料理的空檔時間 不要跟大家隆重介紹 老努努的村長 他可是龍蝦村的傳奇人物喔 因為當初就是他發現了龍蝦灣 一任就做了三十幾年的村長 到現在還沒有卸任耶 很多人都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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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都在那裡 都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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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住的地方 客滿了 就千村 應該說 就遷移到這裡 然後就是讓大家 一起在這邊 地區 據說以前的八妖族 常年住在海上 是不上岸的 現在雖然已經被通往 不再過著漂沛的日子 但是他們依然喜歡 領海而居 不會離岸邊太遠 等了二十分鐘 空氣的嗆辣 又化成迷人的香氣 龍蝦大餐 開動了 龍蝦大餐 再煮好了 雖然明明我 幹嘛 等一下 手走開 要等我介紹完才可以 擋住了觀眾的鏡頭 他們都看不到這一盆 好香的咖哩蝦 我會慢慢講 但是話盡量不會講太多 可以嗎 趕快先吃一下這個 而且這湯看起來 感覺很好喝耶 我想先喝一口湯 對啊 快點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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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下飯喔 有一點點辣 因為你可以看到 它上面其實這邊有浮了 就是那個紅紅的 很像辣油有沒有 可是它沒有很辣不舒服 它這樣子在喉頭 剛好有一點點燒燒的 然後那個咖哩香味 就在這邊這樣子 發出來 好好喝喔 哪個地方感覺最好吃啊 你們覺得哪邊最好吃 這個蝦 蛤 腹部嗎 喔 這裡這裡 我看到 這種肥 好肥喔 好啦不要這樣子說我一個人 這樣哭懂你們 待會我就招待你們一個下來 一起跟我吃 快一點喔 不要那麼兇一直瞪著我 哇塞 欸 皮這麼薄 裡面都滿滿的 這整個都是蝦肉 我的天啊 一口 我沒有辦法不一口 那個 那個蝦肉完全把那個湯汁 咖哩湯汁吸得薄薄薄的 在它身體裡面 然後咬到嘴巴裡的時候 那個蝦肉好軟嫩喔 很新鮮 因為剛剛現撈上來的 馬來西亞的咖哩真的很厲害耶 很好吃耶 欸 那我招待一下 那個當地人 但是要不是你拿著我們泵乾 我們真的懷疑我們社助換人了 是嗎 這是我們從台灣帶出來的喔 它絕對不會沙巴當地人 找來的社助 你吃吃看 而且它這個辣我覺得很棒耶 所以它吃的咖哩 其實會那個 會促進就是你血液喜歡 會讓發汗 在熱的地方上吃辣這種東西 才比較不會容易中水 我愛你 餓餓餓 唉唷啦 我沒有像你一口 我才一口 你看你會不會捨不得一口吃掉 一口煎一口 超好吃的 欸你吃的這塊好有肉喔 是剛好熬那個地方嗎 怎麼樣怎麼樣 好吃耶 可以繼續再吃 要不要 我們的招待名額只有一位喔 不好意思喔 那可以給我它全部快光嗎 蛤 那不行啊 為什麼不行 用兩個一起課 啊 不要給他們 不要給他們 走 走進來 不要走進來 不要走進來 現在已經把我的缸已經要端走了 迷人的風景 入人的香氣 沙巴跟台灣之間沒有時差 沙巴人的口味和飲食習慣 也跟台灣人很接近 夏天已經到了 找個時間 放自己兩天下 來沙巴胃沖四十八小時 保證讓你青花怒棒 你看這個拆軟 怎樣 拆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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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軟